大家好 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好声音出奇迹 据知情人士透露冠军非李克勤对不可 五个月相对安全赫三最为惊险 中国好声音11强晋级完毕之后 马上进入八强战 按照国际惯例第一步为公平公正宣誓 第二步导师抽顺序 我们直接进入第三步唱歌 开场表演 廖昌永用专业唱出流行舞台的洪流 首先我们来观看两组战队的合唱表演 学员们的歌好听多了 对导师们的歌喉尤为期待 而导师当中最为期待的 要算廖昌永老师的表演 毕竟和其他几位时常登台的 流行音乐界导师相比 破圈的廖昌永风格大不相同 第一组献祭的是汪峰战队 也是目前四个战队中 最人强马壮的战队 他们带来了一曲光明 很久没见汪峰老师 这么认真的唱歌了 坚信光明就在远方争带劲 排号在前代表运气不好吗 一号壮昌亮 二号于子辈 壮昌亮从他出场介绍 用无辜的小猪做垃圾分类时 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实虽然对于他的淘汰呼声较高 但小壮本人还是很谦虚的 他提前表示自己处于劣势 谦虚的人即便是输了比赛 也少了尴尬 不过调侃归调侃 壮昌亮能近十一强 已经将实力加幸运 发挥到了极致了 之前才望罗布一曲回家 把自己唱回了家 如今壮昌亮一曲烦星快看 那满天的烦星 大概也注定淘汰 也会成为看星星的烦人吧 于子辈一直是位 满讨人喜欢的姑娘 只是这次演唱的粤语歌 无处不在 却总有思思别脚感 决赛阶段选歌水平 有些被质疑 是一大损失 据李荣浩讲 于子辈确实是个 很爱写歌 爱创作的姑娘 男选手不多 王洪浩撑住 张露昕唱出歌剧院味道 这位越看越像邓超的选手 王洪浩 堪称本季好声音的颜值担当 这次演唱的歌曲 那个男人是略微平了一点 即使不能进入八强 拍电影也会是不错的方向 据李荣浩讲 王洪浩其实是位相当能吃苦的选手 在今年的学员中 相较于空 影韵课等学员 他应该算是很有男人味儿的 现在的大荧幕上 很需要硬汉形象 但是用导师廖昌勇专业的话说 这首歌变化很快 很难踩准节奏 你完成得非常好 有这样的高的评价 想必过关不在话下 姚小棠将颜值及正义进行到底 贺三得票不足半数 姚小棠带来的歌曲是太阳 从精致的马尾发型和妆重打扮来看 这一罐精像能赶超五个月 整个演唱过程收放自如 且让人渐入佳境 最后关头一气呵成 让人意犹未尽 只是脖子在配合节奏律动的时候 有种跳断头舞的感觉 不知道这种个性极强的表达方式 在导师和评委面前会加分还是减分呢 果然由于姚小棠发挥不错 再加上颜值及是正义的现实 专业评审组奇迹般的给出了满票 这成绩怕是没人能超越了 从专业评审这个反应来看 只怕是姚小棠有了很大概率夺冠的 贺三登场 李克勤微微一笑意味深长 这毕竟是自己最爱的学员啊 不幸排在满票选手的后面压力堪忧 但贺三怎么会让导师失望呢 一曲你就不要想起我 稳稳的歌声唱起 简直让人如痴如醉 李荣浩看得最仔细 瞧出贺三那一顿凌空捏手指 其实是在表演弹吉他的状态 李克勤也非常满意 竟然来了一句恭喜 而且贺三接着一串感谢 已有秘密过了吗 但是专业评审刚刚给完满分 再给个满分明显不可能 结果总是让人意外的 非但满分没有贺三 还只得了24票 不到姚小棠一半输的也太多了 李克勤气得在空中挥拳乱打一气 我真的被击倒了 自己手中的最强爱将竟然连安全区 也没能进到 廖昌勇学员继续唱高难歌曲 五颗月国粤语结合现场 从来没有见过廖昌勇教学生 像对待陈文飞时这样会声会色 陈文飞不拿个好成绩 我都替廖老师可惜 他选的歌名字也如此特别 太难唱了 廖昌勇站队在选歌方面 保持一如既往的高难 唱完以后 廖昌勇黄潇云都说太难唱了 陈文飞喜欢唱短剧 廖昌勇偏偏要让他尝试长剧 幸好这次演唱在音乐性方面非常成功 廖昌勇老师今天两位唱高难度歌曲的学员 在票数方面收获都不错 终于轮到万众期待的五颗月登场了 有着港风和经典标签的他和华少一样 上场就用花生油给自己加了一波油 果然一开口不论举手投足还是唱江 都有着满满的情怀感 作为歌手最重要的还是要懂听众 五颗月正好就是这样的人 日语唱到一半时部分听众用弹幕表示 想听国语果然国语就来了 事实上五颗月国语部分火候稍显不足 希望接下来会有所提升冲着冠军之路继续冲锋 年纪精精的五颗月就能这么老谋深算 当然不是这一切都是导师李克勤的安排 李克勤说我就说总不能永远是粤语呀 所以我今天就选了一首既唱粤语 还有一半是唱国语的歌 希望满足一些想听到他唱国语的朋友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 这都能想到 李荣浩老师的评价则就别开生面 你唱粤语歌就很对 长得就很粤语歌 这是认可了五颗月 新一代大温区扛把子的身份了吗 对于投票因为受贺三成绩打击 李克勤表示很慌 再也不敢乐观 估计评委也给了李克勤老师的愤怒 吓到了五颗月得以顺利翻身 得票43 爱哭小妹又唱忘了几位导师一起安慰 王静雯这个和王妃同名的女孩 给人的感觉不是在哭 就是一直在背歌词 她怎么就一直这么忙呢 这次她带来的又是一首原创作品几回 虽然她一直在创作不同的歌曲 但总会让人感觉每首之间调调 差别不大 大概都是按照自己的风格创作的吧 评委想法大致也和我差不多 以鼓励之心 把她的票数送到了安全区 谭学员很意外 很吃惊为什么没有票 她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吃惊了 上次于空敢选她做对手 就已经吃过一惊 四战队各胜两人谈选员 未能进巴着实可惜 大家都唱完了 壮玉亮耿直的说 我就算了吧 她对观众投票都不抱希望了 其他选手还要靠观众决定命运 廖冲永老师足里两位全过校开了花 李克勤战队五颗月相对安全 贺三最为惊险 专业评审只得了24票排在淘汰位 幸好现场观众眼睛血量给了165票 也是两位全过 有惊无嫌 李克勤常常输了一口气 说开心的不得了 据知情人士透露 李克勤对最稳 11强是两人 8强是两人 5强还有两人 真的会有这样的奇葩吗 还是拭目以待 等10月8号官方正式公布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